我们今天讲五行的 那举这个星座什么意思 那这三个是合成一个火系星座 在西方啊 也有这个最早的叫宇宙本源说 就是说物质世界 这个地球 基本要素地活水风 古希腊 实际上这个哲学就是科学的前身 后来是因为宗教啊 因为各种战争啊 跟这个有冲突 导致又出了新的一套东西 像推翻这种皇权统治 才不得已而延伸出来这种具象量化的东西 乃至于一些所谓的科技 一些羊枪羊炮 反正各种了 那他们起初是非常相信这个的 包括像佛那边啊 也说地活水风空 当然小城跟大城不一样 也有叫气活水风 实际上也是一个道理 就说这个 到现在 它有它的道理 说这个年代了 还这么讲呢 你看我们现在说 生命构成的几大要素 水 阳光 一个水一个火了 空气 就是风 还有土地 那地活水风 无处不在 那中国讲什么呢 积木水火土 跟这个之间有没有关系 我们先说这个 三合火系 也就是火象 中国的火 这刚好是射手都代表银卫 狮子是五卫 这个白杨虚 那其他几个呢 当然它的地 是中国的金 四有丑三个金 这个星座学是这样 占星 说出来的 那当然它的风系呢 反而在中国是 深紫辰 代表水 那 水系反而是代表木 这个当中 会有一点悖论 因为 现实中的这个 风 你说是水 感觉好像有点不合适 但是它必然是有一定的联系 我们说中国的五行呢 现在一说就积木水火土 约定俗成了 实际上这个顺序 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也有 我们最早的 说 红泛五行 说河图 天一生水地生火 叫水火 木金 这个顺序 有机会我们再深入的产生 还有叫木火土金水 它也是一种香生 但是木之前它一定是 还是有这个水的 就是圆恒立真 它这个 一定是 圆之前还有真的 你看从哪个点开始算 所以我们说这个五行 都认为是这些东西 说 反过来 说金刻木 就是斧子砍大树 木生火 就是 劈木柴 点火 一系列下来 你把这个五行 在过去 这样叫五财 你可以把这个行 就化成了这个 形状的行 那具象 而君子不弃 到了地上 就因为具体的弃物 在天成像 这个金木水火土星 行行 那是五行 在德 成为五常 人与理智性 在人体 是五脏 所以全是这些 而所化 无处不在 你把它理解成 具象的 五个物质 当然也可以 但是我们说 通常这个双人旁的行 它一定代表一个动态 无个气在运动 无种能量 这样就通了 还有我们说 木是趋直 火是岩上 水是润下 实际上这两个字 两个字是不同的意思 你看趋直 一个是趋 一个是直 从额 一个从 一个格 就不一样 家宣 一个中 一个收 一样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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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